对位的客家人以简洁图片搭配浅显的文字 详识进入了车城保利的历史文化 自然景观与文化的传承变迁 以及特色产业与典范人物等三大主题内容 保利尊在屏东县政府的协助下 经过田野调查追寻了祖先的历史足迹 把客家鲜明闭路蓝绿的过程完整呈现在书籍 期望透过文字的保存及流传 将客家精神传承给后代子孙 最主要也是要记录过去 我们祖先是从高平地区的六堆 那边移民到我们这个保利庄来 最主要要把这个历史传承下去 所以政府也是鼓励我们村子 要尽量把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历史故事 或者说一个眼镜的一个过程 都可以有一些记录流传下去 这样子 适合大朋友小朋友翻阅的绘本 保利浩克以儿童的视角 用生动活泼且有趣的方式 让阅读者跟着故事主角的脚步 走遍村庄 了解保利村的文化及观光景点 绘本的话 这次是由车辰国小的师生 然后是利用拼贴的方式 其实绘本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印刷过 那它实际的话 都会展示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它的原稿是用拼贴 是用粘贴的方式 然后老师会带领着学生 来到我们的林鼎公园 然后保安公 然后跟包装碑 包装亭等等 实际的点下去做考察 把每一个景色 每一个字 每一个地方 都把它做得一模一样 那呈现出来又是 可爱活泼的方式 所以它是非常特别的一本绘本 它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透过保利课底文化发展计划 平东县政府及车臣保利村 希望能建构保利庶民生活 完整的历史风貌 透过认识及体验 跳脱族群框架 探寻族群身份及文化特质 进而呈现族群相互敬重 发展多元共融的在地特色 记者施心亭张志豪采访报导